蒙古要恢复传统的回乎式文字了 根据2020年蒙古政府通过的一项纲要 从2025年开始 政府先期使用传统蒙文和现代蒙文两种书写方式 接下来在政府的带动下 再一步步影响民众的书写习惯 进而从原来的蒙文书写时代 再变回传统蒙文书写时代 对于这一举措 国内有人担心蒙古未来 一旦蒙古国西里尔蒙文标识 恢复传统蒙文书写 会不会对我国内蒙古地区的民众产生影响 甚至有人说这是蒙古的一个阳谋 目的就是想利用文字对中国施加影响 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蒙古国这一举措的意图呢 蒙古究竟是怎么被丢掉的 其实这么去想也没问题 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蒙古要恢复传统文字 只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想要去掉多年来的俄式化影响 毕竟历史上的蒙古是受苏联人影响 不但文字俄式化了 其他方面也都被俄化了 而随着苏联解体 蒙古国内原先被压制的民族情绪 以及反俄化的情绪逐步抬头 相比过去单一化的体制 这些群体在多元化的氛围下 愿意恢复蒙古的传统 但究竟是哪种心理在产生影响 历史上的蒙古为何要抛弃传统书写方式 要想弄清楚这些还得从蒙古的独立说起 19世纪中后期 随着沙俄一步步向远东扩张势力 俄国对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蒙古也是垂险三尺 除此之外 在当时外蒙的上层也活跃着一股分裂势力 他们一直想借助沙俄的力量从中国分裂出去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 外蒙的上层分裂势力更是采取了实际行动 无奈当时的沙俄要兼顾在远东其他地方的利益 没有多余的力量支持外蒙古独立 为此沙俄采取了另一种办法 1913年沙俄要求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 而沙俄也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 第二年经过了40次的谈判 一份中俄盟协议签订 随着沙俄的介入 意味着外蒙的独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沙俄的盘算是 想利用自己在外蒙的影响力 一步步对其施行统化 但是到了1917年 沙俄政府被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 从那之后的两三年 外蒙古的分裂势力由于失去了沙俄的庇护 这一地区随之开启了大乱斗模式 当时沙俄时代的一批旧军队以及军官 试图在外蒙和我国的东北地区建立起一个独立国家 以便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抗 而沙俄被推翻后 新生的苏联政府正在忙于国内事务 远东地区一时还顾不上管理 就这样 沙俄时代的旧军队 也就是俗称的白军 他们在东北和外蒙一带一时间闹得很凶 到了1919年 外蒙一些上层势力给北洋政府写信 表示愿意取消自治 于是在当年底 徐树征率军进驻库伦 这便是外蒙被短暂收回 之所以说是短暂 是因为到了1920年 段祺瑞政府就被赶下台了 国内混乱 徐树征的部队也撤离了外蒙地区 从那以后 中国军队就在没有踏入外蒙的土地 再接下来 苏联人的军队来到了外蒙地区 他们赶走了沙俄时代的旧军队 然后着手推动外蒙地区的布尔施维克化 起初 苏联人没有马上宣布外蒙独立 而是恢复了外蒙的自治状态 只不过以前的外蒙贵族势力被赶走或者杀掉 取而代之的 是苏联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布尔施维克政党 从1920年秋天开始 外蒙地区的政治架构逐渐苏联化 到第二年 苏联便长期开始在外蒙驻军 这时候的外蒙地区 名义上还没有独立 但实质上已经跟独立没有任何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期间的外蒙已经形同独立 而且也改变了政治架构 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改变文字 依然在使用回呼式蒙文 这之后 由于我国陷入内战 再加上日本发动侵略 外蒙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 到了1945年 再快要打败日本的前夕 苏联以及英美 在外蒙问题上 对我国搞了一次被刺 1945年 轴心国失败在即 为了让斯大林尽快向日本宣战 美国和英国 答应了苏联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在诸多条件中 斯大林就明确提到 外蒙必须得独立 斯大林 罗斯福和丘吉尔 被地理决定了外蒙的未来 完全没有跟我国商量 接下来 苏联跟当时的民国政府谈判 明确提到 外蒙必须独立 就这样 眼看局面已经无法改变 当时的民国政府 只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很讽刺的是 在我国承认外蒙独立之前 在外蒙还举行一场所谓的公投 即决定是独立 还是继续留在中国 B是民国政府还派了专员 参加了这场闹剧一般的公投 统计上来的选票自然是全部统一独立的 因为经过苏联对外蒙长达二十多年的管控 整个外蒙地区已经没有任何反苏势力存在了 苏联曾进行过残酷的大清洗 外蒙也曾有过这样的运动 凡是反对苏联的人 以及亲中的势力 都被外蒙亲苏的势力给肉体消灭了 1946年1月5日 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也是在这一年 外蒙古不再使用传统的回狐式蒙文 开始正式使用新创立的西里尔蒙文 事实上 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的外蒙上层 就试图用拉丁字母取代传统的蒙文 后来发现根本无法推行 才不得不停止的 到了1941年 外蒙的上层势力再次筹备该换文字 这次的更换完全是以俄文为基础 然后创立了所谓的西里尔蒙文 传统意义上 蒙古人使用的传统蒙文 其历史可追溯到八百多年前 更换文字后 字母成为了新蒙文的基础 现代蒙古国的西里尔蒙文 一共有35个字母 这些字母都是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而创立的 比后者的字母多出两个 从推行的角度看 自1946年推广新蒙文 到90年代苏联接替 蒙古新文字的推行 几乎没有任何压力 毕竟此前的苏联已经对其施加了长时间的影响 再加上反对的声音被消灭 所以蒙古后来推行新文字 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压力 那么既然蒙古已经使用新文字这么多年 为何现在又想换回传统的文字呢 这其中的各种缘由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本质上来说 蒙古自从上世纪从我国分裂出去后 看似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实则从始至终都是苏联的傀儡 没有正式宣布独立之前 苏联一直在外蒙地区驻军 宣布独立后 蒙古直接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苏联对蒙古全方位的影响 导致蒙古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 都逐渐的俄式化了 再加上苏联时期单一化的政治架构 蒙古国内级别有不同的声音 这些群体也发不出来 随着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 蒙古的社会架构也开始随着转变 还在上世纪90年代 蒙古国内就有人提出 应该废除希里尔蒙文 改回传统的回湖蒙文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来自苏联的影响一旦消失 蒙古内部的其他声音和观念 也就出现了 而这也进一步说明 苏联虽然对蒙古同化多年 但其实根本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同化 内部总会有不同的声音 和别的想法的存在 所以苏联刚解体 蒙古议会就做出了一项决定 政府要逐渐推动 改回原来的回湖式蒙文 不过 彼时的蒙古政府既缺乏资金 也没有更多的教师人才来重新 该换文字 就这样 该换文字的工作只有倡议而缺乏实际行动 进入21世纪后 蒙古政府再次试图推动文字的该换 根据蒙古2008年颁布的一份纲要显示 政府要求学校扩大回湖蒙文的使用 所有的经费由政府拨款 到了2010年蒙古政府再次下发规定 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在正式公文的书写时 必须使用回湖蒙文 此外 蒙古人的身份 结婚等证件上的文字 也必须使用西里尔蒙文和回湖蒙文两种文字 从蒙古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 该换文字这十几年里一直在推动 至于明年恢复回湖蒙文的书写 只不过是蒙古政府认为达到了一个更进一步推广的节点 但是这个节点有没有到来 事实上是打了折扣的 虽然蒙古政府一直在推动这项工作 但由于西里尔蒙文已使用了几十年 导致民间已经没有传统蒙文的基础了 就是说会使用回湖蒙文的大多数老人已经死去 年轻的一代 由于从小学的就是西里尔蒙文 要他们重新学习新的文字 可是相当难的 目前蒙古国内三十岁以下的群体 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传统蒙文的书写 政府虽然在学校开设了传统蒙文的课程 可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没有足够重视 毕竟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传统蒙文的书写基础 再去更改人们的书写习惯 除非像早先的蒙古强行俄式化那样 对反对派采取肉体灭绝政策 否则普通大众根本不会有更改习惯的动力 所以说国内有人担心 蒙古该换回传统蒙文后 会对内蒙古地区产生微妙的影响 实际上完全不可能 现代的蒙古人根本没有传统蒙文的书写基础 而重新更换文字 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下 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 蒙古更换文字 只会导致自己国内人心浮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